- 精彩影片开始前,请您先订阅赛哥情报员频道,这是对我们最实际的支持,与制作影片的动力,爱你哟! 西元200年冬季,卢一昌坐享入赏花冬智慧三关综合冠军唯一归反驳马后,当季比赛结束后歌会便解散了。新成立的歌会开始,技术性阻扰卢一昌参赛。卢一昌回忆说,一年多后,同一个会长再度筹组新会,但没有发文给我。 当时我其实不知道这件事,是有天我到一个朋友家,发现他有收到歌会的公文,公文上写着受文者,玉礼,瑞瑞区歌会员,然后下面括号写着禁止卢一昌比赛。 但是不让我比,我也有办法,我就找一个朋友说你厨子借我,咱来合作,一切我来主导,你有空帮我为歌训歌就好。 结果那季的比赛,第一关到第四关,单关冠军仍是卢一昌的一语选手,那语选手第五关自然又是投资规范,但卢一昌盘算他时间已经赢别人太多,所以这语鸽子他留到最后才打鸽中,那关他总共规范四语鸽子。 当时的场面也是相当刺激有趣,卢一昌说比赛当日,他接到歌友电话说空中有四语头批鸽子在飞,其中一语是红色的,他当时只是认为红色歌应该是自己的,果然后来红歌下他的锄,但更惊人的是其余三语也是他的鸽子。 因此歌会投P4语歌都让他包了,超速其余歌有十多分,高超的实力展现,以及就算被拦阻也要比赛的热情,甚至不能以自己的名义参赛,把荣耀给予别人也没关系,这是一种真正的爱歌行为,也是真正的强豪,如一昌先生的际遇,是不是令读者歌友想起台南的海翔传奇教父庄瑞生呢? 也许高手们都是如此吧?因为他的表现太过强势,间接也让花莲的陆翔比赛画下终结,开始进入海翔世代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